提起气质女神刘诗诗 大伙总能想起一大堆惊艳的古装造型 不过 刚刚登陆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的这部 那年青春我们正好 将会示范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没错 就是校服装扮 这朵校花够不够美 看看郑凯的反应你就知道了 有人说 对一个人的感觉 取决于第一次见面的八秒钟 在这八秒的时间内 就会对对方产生好感 可我只用了一秒 眼前这个姑娘 就已经深深地重在了我的心里 你要不要擦一下 正如白衬衣最能检验男神气质一样 浅篇一律的校服 对于女神而言 就是平淡到极致的真功夫PK了 最经典的莫过于 哪些年我们一起睡的女孩里 陈妍希扮演的沈嘉怡 谁想管你 如此清新可人的模样 你能看出当时的陈妍希 已经28岁了吗 果然比起被玩坏的小笼包 学生装才是陈妍希 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相比之下 同样演过小龙女的刘亦菲 从来都是自带仙气出场 姑姑 她们要杀我呢 伯伯 人故有意思 有什么好伤心的 所以即便穿上再普通不过的校服 同样是仙气十足 相比之下 正爽的学生装也许没那么不湿人家烟火 更多的是天然去雕饰的灵气 而如果有一种灵气 可以跨越十几年继续打动人心 就更不得了了 没错 说的就是16年前的电影 17岁的单车里 留着一头齐肩短发的高圆圆 穿着黑色学生西装 戴着红色大蝴蝶结的女神 清澈的大眼睛冲着镜头一闪 就能把人瞬间带回那个青涩的纯真年代 我车链子掉了 年代更久远的 还有董洁在金粉丝家里 扮演的民国女学生冷清秋 蓝布衫黑裙子 两条长长的麻花辫 满脸写着书卷起 难怪会成为董洁最经典的迎评形象 先生 能把你的车让一下吗 我的纸压在你的车下面了 以上这些笑话即视感满满的造型 大概就是我们对女明星的校服装版百看不厌的理由 不过校服也不只有清纯这一种打开方式 女王刘嘉玲为了参加曾志伟的生日派对 也难得一见地穿过一次水手服 年龄阅历都不再傻白甜的女王 居然也穿出了一份别样的韵味 而在电影版《合以生肖末》里扮演学生妹的杨幂 为了让大伙忘记她已经当了妈的事实 也是相当的拼 双马尾加剪刀手的半嫩雕配 的确古灵精怪 只不过被点燃了怀旧情绪的观众只是少数 大部分人应该只当是看了一场cosplay吧 至于夏洛特烦恼里穿校服演高中生的玛丽 这厚厚的齐流海还是很有诚意的 只是大伙还是抱着搞笑逗乐的心态 看个射脑就好吧 你说夏洛是不是傻呀 为了我敢打老师 我早就提醒过她 我现在不能够早练 我得一心一把牵球练好 她可都好 不也属于我竟然从窗户上跳了下来 你们说夏洛什么时候让我长大呀 娱乐某场编辑报道